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分类 接着要带大家了解中国重要的史书作品 最后我们要告诉大家高中课文中会出现哪些史学的文章 先来看看史学是什么呢 我们先看史这个字 甲骨文跟小传的写法 下面是一只手拿着册或是一卷文案 这是代表记录的意思 东汉许胜的说文解字清楚的说明 史就是记录事情的人 也就是史观 由这个基本字以引申而来 史就可以泛指史观所记录的史事 历史的演变或内容 或者可以指史书 史学研究等 史书是记录历史的书籍 而史学则是总和以上史事 历史 以及史书等内容的研究 那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史学呢 历史故事最有趣啦 当然要多读历史啊 当然历史是有趣 但不只是这样 历史记录了人类生活的轨迹 举凡人类生活中遭遇的任何问题 天灾或是人祸 经由历史记载 我们可以知道前人如何应对问题 怎么解决 因此史学的内容等于是人类智慧的累积 第二 文化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 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的总和 每一种文化都是这个民族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的反映 因此历史的内容等于是民族文化的表现 所以同学们记得吗 连恒在台湾通史序里面会特别强调 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归贱 所以历史不但是民族文化的宝库 也是渐往之来的明镜 因此古代帝王同志者都一定要读史学哟 我们现在来看看史学的演变 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功能是不断发展的 先看商周时期 它是史学初步发展的阶段 当时文字不够发达 点击很少 五词跟经文是中国目前所知道最早的官方文书 上面记载了当时的农业 祭祀 战争这些事项 也有王室的庆贺 贵族的纠纷 以及财产分配等 在许多青铜器名文的末尾 常常刻有这样的字样哦 子子孙孙永保永 这显示出当时的人就有传之后世的历史意识了 中国自古就有左始济言 右始济世的说法 另外有人说是左始济动 右始济言 这是根据礼记的玉藻篇 动则左始书之 言则右始济世 但文心雕龙的史传篇说 古者左始济世者 右始济言者 也就是左始记录事件的发展 右始记录君王或臣子之言 十三经中的上书就是纪言类的代表同学们还记得吗 此外 世经中的诗歌内容也呈现出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与社会状况 所以这两部经典既是文学作品 也是史学文献 当然最后因为被列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所以被归为经学了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 各国诸侯都有了更具史书性质的史册 这些都属于国史 这批写在竹简部博上的文献 内容已具备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等连续性的记载 成为真正的史 这些记录已经脱离商周的补词或是经文那样大量的占卜记录 或是上书那样的名试文字 而是突出了德 行 礼义等社会的内容 尤其是孔子的春秋 他已经具有编年时的特点 这部书的核心观念是尊重王道 重视人士 因此孟子有这样的评论 在腾宫下篇他说 孔子成春秋而乱成贼子句 由此可见孔子钻石的目的和价值 接着左传 国语 战国策等陆续出现 奠定了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安邦治国的作用 接着到了两汉跟六朝时期 我们可以看到史学开始发挥他的借鉴跟教化的作用 尤其从汉代开始 刘邦在建立汉帝国之初 并不看重文化跟历史 可是他的重要臣子陆甲劝谏他 你可以靠着兵马得天下 难道你也可以用兵马治天下吗 所以高祖命陆甲撰写新语 他看到他的内容记录了前曹存亡的征兆和道理 常常称善叫好 文帝景帝时期的甲仪曹措 也擅长撰写史论跟正论 他们以历史经验 为汉帝国的施政提出了具体的建言 到了武帝时期的司马迁 终于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步 也是最伟大的史记 东汉班固的汉书 基本上是延续史记的体力 之后南北朝 三国治 后汉书 宋书 奇书 良书等陆续完成 这个时期便成为了撰写皇朝史的高潮 反映出史学的兴盛 以及统治者对于史学的重视 到了唐代 除了继续编撰前代的史书外 也就是随史 也针对了南朝纷乱的时代史事 另外编著了南史跟北史 总和了当时南朝跟北朝的政治发展状况 史学发展到的唐代 史书非常的众多 所以也产生了对于史书编撰的要求与研究 刘志己的史通就是中国第一步有系统的史学理论专注 主要的内容在评论史书的体力与编撰方法 以及前人修史之得失 动用的通点则是中国第一部记载完备的证书 内容记载皇帝到唐玄宗天保年间 历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演变 所以呢 史学到了唐代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了 宋代是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高峰 同学们所熟知的欧阳修司马光等人 除了是文学家也监制史学 当然还有其他的史家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元明清以后史学作品更是多元 看完了史学的发展 我们来看一下 那历代的史家有什么样的条件跟要求呢 自古史官就是负责掌管国家的典籍资料 重要文献 同时精通天文立法 因此当然是学养丰富之人才能胜任 到了唐代 皇帝开始对史官有了严格 而且明确的要求 唐高祖修六代使照里面 明定史官掌管重要典籍 这些内容必须要能够考究评论 各种事件制度的得失 要能够提供当代执政者通权答辩 这是为了要对所有的人物或事件 加以评价分类 褒贬善恶 以前人的事迹为借禁 以便见往之来 而唐太宗颁布的唐大兆令吉 也明令史官必须要能够包吉成凶 也就是讲善成恶 到了唐高宗 更明确指示 必须要操守端正 才学气量 以及态度公正等各方面 都有良好名声的人 才足以升任史官之职 刘知己的史通 就明确的提出了 史家必须具备三长 也就是史财 史学 以及史事 史财是指文笔要优美 史学则是指学士丰富 引用的史料必须充足完备 史事则是指史家的观点 评论事件必须客观公正 才能达到承善劝恶的功能 清代的张学成 则在这三者之上 提出史家更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必须具备史德 他认为史德 就是指史家的心术 也就是做史的人 存心是否公正无私 因此这就成为了史家的必要条件了 接着我们看一下史书的分类 历代哪一些可以算是史书呢 有哪一些的类别呢 大家的说法不太一样 随说经济制把说的史书分为这13类 留自己整理前代的史书 它是依照撰写的体力 记转 记言 编年 记事等等 它分为6类 似乎全书又把它细分为15类 这些类别呢 请同学们参看 不必强记 但是我们由这里可以知道 史书的范围包含证实的记录 与各类的杂史别史 人物传记 政令 制度 地理等等 所以同学们只要学会判断 史学的内容与收入项目即可 接着我们来看比较重要的 就是史书的体力了 同学们会接触到的比较重要的分类方法 是以编写方法来分 或是以记录年代来分 以编写来分呢 主要是记转体 记转体是以人物为主 主要评论人物的事迹 重要的作品代表 可以史书 汉书 或台湾通史 为例 编年体 则是以时间为主 评论治国的兴乱 春秋 左传 资质通鉴 就是编年类的史书 国编体则是以国家为主 记录各国史事 跟发展 代表作品是 记录春秋史事的国语 跟记录战国史事的战国册 此外 一个记事本末体 是以事件为主 主要是评论事件的史末 代表作品是 通鉴记事本末 但这一本作品呢 在高中比较少提及 同学们知道即可 如果以记录年代来分呢 假设是横跨两代以上的历史 那我们就称为通史 如果专记一代史事的 我们就称为断代史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么多的史书 哪一些是我们必须要记的呢 好 我们先一个朝代 一个朝代来看 首先看先行时期的重要史书 上书是属于静言类的代表 主要内容是上古之证书 春秋是编年的代表 是孔子根据卢史来修订的 并旁击当时各国的史事 左传是春秋的传 它是以事例来注解春秋经 以上这三部呢 其实都列为了金部 国语是记录春秋时代的各国史事 战国册则是记录战国时代的各国史事 这些作品同学就要详细的了解 到了西汉 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司马迁的史记 这部是我们特别要说明的 它有三个重点 首先它是季段底继组 它以人物为主要的记录内容 它也是通史之组 书中的年代记录自皇帝到汉武帝时期 它也是正史之组 因为后世的正史都是以记转体为著述的体力 那这本书有五种体力 同学们要记得 它分别是本记是记帝王 表是各国各年代的年表 书是记各种制度 世家是记诸侯 列传是记其他的重要人物 到了东汉的班固 它是断代史之组 它专系西汉史事 内容主要是处汉相争 记到王莽篡汉为止 它也是记转体 因为它是根据史记的体力 以人为主的驻转方式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班固的汉书体力是怎么定的呢 基本上还是沿用史记的五种体力 只不过呢 各位可以看到画面上 它没有表了 因为它专系一代的史事 所以不需要各时代各年度的年表 再来第二个重点是 它把史记的书 记制度的这个部分呢 改书为制 例如我们之前有提过的汉书一文制 就是记制度的这一类作品 老师 《四史》是哪四本史书啊 哦 这个呢 我们看一下画面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 东汉班固的汉书 南朝宋范页后汉书 以及西晋承受的三国志 这四部合称为四史 那这个是考试 有的时候会考的内容 请同学稍微记一下就好了 接着我们要看一下 高中选文中 我们会选到哪些史学的文章呢 好 大家看到我们会学到左传 战国策 史记跟台湾通史 那各位可以在我们影片 其他系列当中 选读这四课的作品 在那些课词当中 我们就会针对这四本书 以及这些文章做详细的介绍 此外 我们还会学到诸葛亮的初试表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看一下三国志 在《孤言武》的廉耻中 也引述了冯道传的《论》 所以大家也要记得参看一下 《新武代史》这部作品 重点回顾 好 我们现在来总结这一支影片的重点 首先 史学是人类智慧的累积 民族文化的宝库 建网之来的明镜 第二 历代的史学跟史学作品 其实都强调历史 具有教化与建网之来的功能 第三点 优秀的史学家必须具备 史学 史才 史事 史德 这四种条件 第四 重要的史书体力 分为纪传体是以人为主 编年体是以时间为主 国别体是以国家为主 纪式本末体是以事件为主 其中呢 这几类当中 以纪传体为后世正式史书的赚注体力 第五点 我们要介绍什么是断代史跟通史 专记一代史史的称为断代史 像汉书 如果记多朝史史的就称为通史 如史记 最后 高中阶段会接触到的史学典籍 有左传 战国策 史记 台湾通史 以及会旁集到三国志 资质通建 信武代史等 同学在学习到的时候 请稍加注意哦 这支影片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记得点下一集哦